早前都是一個流感的季節 所以很難去分辨到 究竟那些是流感還是流感 應該流感的高峰期都過了 其實稍後下來的時間 可能會比較容易去分辨 因為我們發現到 電影院或者卡拉OK 會增加了大家的接觸機率 大家唱K幾個鐘頭 在一個房間裡 有些口水橫飛的情況 很容易受到感染 一感染是十個八個人一起去唱K 所以這個風險對社區來說是非常大的 對於卡拉OK對於戲院的角度 其實他們的疫情一直發展下去 他們都是在虧本 反而反過來政府 應該可能像貼商 從一個戲院都是為了賺錢 會不會是停兩三個星期 或者一個可以最新的情況 我們是在虧本期二十八個人 可能停四個星期 一次過停了 到一個月之後 如果疫情真的跌下去 我們就重新開業 重新開業的時候 其實他們可以一個月後 再賺這個月的損失 就好過疫情一路拖 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星期 其實他們的損失反而更大